大家好,今天想出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是有這個需要啦 可是我之前找了很久 因為我平常都會帶筆電出門 可是有時候就單純只是想要打一些字而已 然後就不想帶筆電那麼厚重出門 因為我本身有一台iPad mini 6 iPad mini 6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 可能我在打字方面 因為我是屬於電腦牌人 鍵盤打比較習慣 所以我打會比較順一點點 那這個它沒有鍵盤 就不是那麼的方便 那我之前也在網路上找了很多 在蝦皮上面找了很多 然後也買了一個 這個回來 我買了一個藍牙的鍵盤回來啦 那看起來呢 我只能說啊,這種東西 蝦皮上的照片跟實際物體 總是有很大的落差啊 那這個呢,用起來啊 光是那個鍵盤的敲擊感 還有整個 鍵盤的厚薄度啊 我一拿到 應該說 我在試敲擊了幾下之後 我就放棄了 我根本也不會想要帶著它出門 而且啊 它拿出門也很難 不是很方便啦 因為我用 你看,IP命令盒這麼大而已 它比我的IP命令還要大很多欸 所以啊 整個用起來 並不是那麼的方便 那我後來呢 又找到另外一個東西 那我那個東西呢 原本我是打算要去買的 因為那是目前有看到 iPad mini yo啊 其實iPad的鍵盤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mini的呢 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就剛好啊 喔 我打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呢 就是我 這一次買回來的這一個 iPad mini yo的專用的鍵盤啊 保護套組 然後呢 這邊試用的是iPad mini yo 然後呢 就可以整個搭起來是一套的這樣子 那我也才剛收到而已 因為 這個我也等蠻久的 因為它之前啊 因為它是折折的那個 我是從折折的那個 在贊助計畫裡面去購買的 它的價格呢 會稍微便宜一點 因為我花的差 這個東西其實它比較冷門一點 所以在網路上買啊 不管是從大陸那邊直接購買 到網路直接購買 或者是來台灣這邊 或是其他平台購買都還蠻貴的 然後 後來就發現 欸 剛好折折它有做折價 所以它的價格會便宜蠻多的 OK 那我就先來開箱囉 先來看一下外觀 那正面呢 就是很簡單 然後寫著它的型號 叫做F22 然後呢它有分啊 它大的鍵盤有分鍵盤啊 或是那種 嗯 反正就是原廠那一種 巧麗色鍵盤啊 那會比較多種選擇 10寸或10寸以上 iPad會選擇比較多 那可是這個啊 嗯 mini的8寸的話呢 就選擇比較少 我記得好像只有這個型號可以選擇而已 然後它的背面呢 旁邊很簡單 就一樣寫著型號 F22這樣子 然後後面呢 就會寫著它的一些特點說明源 半績效材質 它超補的 然後 攜帶 綁油防刮 支援素瓶 然後呢 它的支援角度調整 然後還有吸充電 然後呢 剪刀腳的鍵盤 然後 高強度的磁鐵 就大概這幾個特點 那我們就開箱吧 那打開裡面呢 就鍵盤把握到本身 然後旁邊還有幾個 小的東西 那我們猜給大家看一下 OK 那裡面呢 拆開東西很簡單 就有一個 它的說明書 這個呢 我們就先放旁邊 然後呢 還有一個 一條 Type-C的 一條磁吸的 充電孔 應該是充這個本身的 然後還有一個 保護它跟鍵盤的本體 把它打開 打開 這樣子 鍵盤 不錯耶 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的資料啊 它們都是沒有印這一個 沒有印注印符號的 就是只有印英文字母而已 沒想到這一次這一個 竟然啊 有 就是蠻意外的耶 我本來講說我網上看了很多 其他的資料 它們買的都是只有英文版而已 沒想到這一次呢 我收到這個 今天是有中文的 還不錯的 然後呢 剛剛這個 這有兩個點啊 就是用來實吸 吸這兩個的 這兩個 等一下 用這個插頭 這個插頭 然後呢 是用來實吸這邊的 吸上去 它就會 插上Type-C 它就自動充電了 然後 感覺還不錯 只不過重量好像 嗯 有稍微重一點點 我一下 然後重量 這是我 舊的 舊的蠻輕的 因為它就是 單純就是一個磁吸保護殼而已 那因為這個呢 呃 它總共啊 呃 背面這邊 然後 還有正面多的鍵盤 所以它重量會多蠻多 可是 已經比我想像中的 要輕蠻多的 其實它不會很重 那我現在就先把 iPad組合上去 ok 我現在呢 先把它裝起來了 那實際上呢 它兩邊都有磁吸啦 只不過鍵盤這邊的磁吸呢 就稍微 相對的比較沒有那麼強一點 所以放上去的時候呢 如果這樣 不小心撥開的話 可能就是 會把它打開了 可是啊 它的另外一面啊 磁吸的 就非常的強 它是完全黏住的 而且啊 等一下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它的那個 磁吸打開方式 呃 當鍵盤使用的時候呢 這個 設計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現在呢 打開 一般的話呢 哇 真的吸得太緊了 呵呵 一般呢 傳統設計盤 都像這樣子 做著一種 呃 去靠的 呃 應該說 它去靠在鍵盤上的某個角度 去做支撐 可是這樣子犧牲的呢 就是一個鍵盤的大小了 而且加上啊 因為你本來空間就不大了 你如果又這樣子做的話呢 鍵盤會更小 然後 那這個呢 是比較特別的方式 我用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它採用的方式 它是採用上面這個凹下來 而且它是無段的 而且它的那個支撐力道非常的強 而且可以做無段的 它不用 欸 有的鍵盤啊 它只能卡一段或兩段而已 那這個呢 可以找到你適合的高度 我試給大家看一下 它呢 可以在這個角度 然後因為每個人看著視角 放著桌面的位置 高度不一樣嘛 那 它就這樣子 正常這樣壓 壓不下去的 所以呢 它的打扣度是ok的 那當然如果說 你想要調整一下角度 可以往上 往上拉 它 拉變成這樣子 可以變得比較高一點 那你如果想要放低一點的話 就往下 躺平這樣子 而且呢 它的 然後呼吸還蠻不錯的 不會說會倒下去怎麼樣的 它這塊設計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樣子的設計 它的 直系充電呢 就像現在這樣子 我已經接上了 它現在 插上去的話呢 我這邊呢 就是會有一個 紅色的電源充電 標示 那我現在呢 已經打開機了 然後 它開機關節 很簡單 就長按這個 開關鍵就可以了 那你不用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長按 把它關機 那長按的話呢 你連線就會出現 這一個 藍色的符號 代表說 它跟你的iPad是連線的了 然後 它也有一些 快捷鍵啊 像中英文切換呢 這邊有一個 中英文切換快捷鍵 所以就很方便 像我現在喔 像iPad上面打的是中文 那我再切換一次 就變成英文了 它就變成英文了 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 只不過有一點 不太習慣的是 呃 因為它這個是等比例 因為iPad螢幕本身 就是沒有那麼的大嘛 所以呢 它的按鍵啊 比較小顆 那男生的手 可能稍微大一點點 那下面這邊到還好 只不過它到上面這一排的時候呢 好像有點 又說的特別小了 所以我可能還要再習慣一下 看它大小 下面是ok 那上面可能就還不太習慣 呵呵 因為這個呢 我跟我剛剛試了一下 這個大小還ok啦 只是上面不曉得 為什麼它就 沒辦法做到 這跟下面一樣大 如果說一樣大的話呢 這樣子按起來 會應該會更順一點 ok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這一個 iPad mini 6的一個 鍵盤保護套 這個鍵盤呢 是F22 這個簡單的開箱分享給大家 那之後的實際使用啊 我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再來跟大家做個分享咯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咯 謝謝大家